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社区彩绘创作等一连串地方创生活动 带领草屯居民回首当地的前世今生 聆听这块土地最真实的声音 从发响到激荡 从凝聚到共识 居民结合地方特色 人文风情与水资源发展 在土地上画下希望共好的美好蓝图 朝着人水共好愿景持续迈进 饮水工程主力取水 由蓝河宴引取乌溪水源 一路经过饮水渠道 沉沙池 流过山脚下的饮水隧道 最后流入人工湖内储蓄 整地后 蓝河宴 排沙道 取水口 沉沙池 饮水隧道 及堤防护岸等 各项要进攻项全面施作 109年6月底 又按滴水护岸完成 109年9月25日 饮水隧道贯通 湖区工程主力蓄水 经饮水隧道将原水引至分水工 在游输水路导引至各湖区储存 接牌仪式后 湖区逐步进行整地 地表清除等作业 并于裸露地 执行覆盖防尘网 洒水及铺设稻草席等 逆质扬成措施 确保周边居民生活品质 湖区工程由AB湖区先进行开挖 开挖后进行壳层回填 滚压及填竹围体等作业 解水墙 输水路 北侧排水 分水工 岛水路及原水岛水管 各项工序也陆续进场施作 一定会画流水 所以大概像乌西这种景色 我们时常会画进去 像那些大大自然的山水 景观研造 一定请专家来设计 比如说要建立自然的鱼道 还要建立所谓的管理中心 它要栽种绿色 还要有一些硬币的建筑 它尤其有十七个堤王设定 因为这个鱼王将来会让村民 会到鱼王上渡来运动 这样的话 我们融入地方 让我们有香土味 给我们有炒坤性 我们在家居堂的工庭完成了 它可以让我们的水源 更加稳定 让我们的水汁 更加稳定 提高我们生活的品质 所以说 还可以照顾中华馆旗民的用水 这样呢 这条鱼 说的是真有隔壁的一条黑鱼